竟然有粉丝想让我谈一谈关于哈维尔的话题 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谈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粉丝的质量 应该不至于去 甚至都去怀疑 去看了那个东西有所怀疑吧 所以但是竟然还有人问 好吧 我就说一次 但是说完了以后就不在 因为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一搏 你看看为什么 他都不露脸 这个过程啊 如果不知道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听说了 我就想给大家几点提示 为什么他们从来不露脸 你看他只要一照人的话 基本上都是戴着面具的 对吧 那你再看从手的形状的差异来看 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团队作业 而且至少有八个人 甚至有更多 而且在一些场景啊 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清晰度不一样的地方 同一个画面里头的不同部分 有清晰度不一样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视频特效 在制作的时候 惯用采用的手法 因为你看有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素材啊 它是这个 它的像素是不一样的 那你去做拼接的时候 容易在这个边缘产生这种问题 还有有的时候这些这个绿布特效的时候 在边缘处理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颜色 你不能完全的去移除 所以你需要做一些这个虚化的处理 我至少在两个视频里头 看到了它有这个绿布这种特效的 这个这个疑似的问题 还有这个工作人员的影子 玩过视频特效的 你们都会发现 这个学哈温做这个拍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什么难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恰巧也是个视频特效的爱好者 17年我在那个纽约拍了这个视频片段 大家看一下啊 我在这个布鲁克林这个桥的这个北端 很繁忙的一个一个一个路段上 我拍了现在这个画面 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把这个地方变成空无一人的场景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片段 这是国内的一个 我找的一个视频 马路的一个视频啊 大家看我是怎么把其他的车给处理掉的 再看这个画面啊 也是我拍的自由女神镜的一个照片 一个视频 很轻松的 你就可以把它从视频里头的一个 你就可以说 你就可以看出来 很轻松在视频里一个物体 哎一下就变没了 我可以把自由女神像给变没 哎没了 甚至啊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像下面我要给大家看到 我做的这个啊 你把一个物体 把它变成3D的静止画面 这个有些人觉得很困难 对吧 非常复杂 很容易就做出下面这段 大家看一下 当然我看有人说在有一个视频里头 大家看到了有那个无人机 其实啊 你要知道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 那个应该不是无人机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球场 因为他球场边上拍的嘛 那应该是球场边上 这个绑着那个电线的一个一个摄像机 这个啊 我看啊 我不想去猜测到底这是谁干的 是不是什么什么瓦伦西亚市政府 背后为了推这个旅游啊 去助力啊 至少他这段时间 大家都在谈这个地方 他们就赢了 对吧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这个序头 你去看看这个 曾经有部比较老的一个电影 那个威尔什密斯演的 那个叫什么 我是传奇 里头那个纽约市中心 就是那个叫什么 Time Square叫什么 时代广场那地方 大家去看看那个镜头 对吧 说实在话啊 这个话题很多相关的讨论 我认为都没有什么营养 我关心的唯一一个认为 还有点琢磨头的 是这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似乎很少有人去追问 为什么他要说 他是从2027年来的呢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事物包装的美国